至于说什么传闻的德罗战呢 会以一份远低于自己自由市场 身价的薪水 加盟什么这个洛杉矶湖人 我感觉这都是扯淡了 德罗战不可能选择牺牲这么多的 因为你不要忘了 这个阶段德罗战呢 刚刚32岁 完全可以再签一份巨额合同的 总薪水在八千到一亿左右 我感觉德罗战是有机会的 尤其你像什么纽约尼克斯 很多腾出心惊空剑的球队 虚伪以待 但是联赛当中猪狗大盘呢 似乎说目前呢 挺住了就不要一动了 因为字母拉着昆博恩的一句话呀 原本以为这是一个风起云涌的自由市场 但是字母哥呢 他这个一句话的效果呢 跟海贼王当中这个海贼王临死之前呢 那话正好相反 他俩他属于反向逻辑 就是字母哥呀 逻辑是号召大家这个出海寻宝 而这个字母拉着昆博呢 那意思就是你要是祖团寻宝 还不如不寻宝 那这一下就给堵住了这个大航海时代的来临 这是字母拉着昆博 很多顶级卷不愿意走了 所以呢 你像德罗战这样的呢 他就会有很好的选择 加王什么纽约尼克什之类 他比斯罗德强夺了 德罗战不要忘了 以往长期奋战在东部顶级的竞争赛场 经常打冬决嘛 有他入路的话 我感觉一内一外呢 这哥俩也都挺强硬 可以 比斯罗德起码是强 斯罗德在东部一直都是余男 斯罗德呀 那你要说德罗战放弃职业生涯 欠最后一份大合同的几回 效仿当年大卫韦斯特呀 德罗战目前的身手状态 以及他逐渐转型转的挺成功 组织型后场了 已经转变成 转型转挺成功 有点克里斯保罗那种感觉 当然他跟保罗风格不一样 只不过现在助攻实物比挺理想 中具力又精准 他现在不至于到了大卫韦斯特 那样一种生涯阶段 现在可以挣大把合同 他整个职业生涯才挣了1.7亿 格里芬职业生涯挣了2.7个亿 比格里芬少挣一个亿 德罗战心里能甘心呢 自己挣得多呀 现在这个大合同满天匪的时代 人家说实话很多年轻人呢 一直续约合同 比你职业生涯挣得多 你钱说话没挣够呢 德罗战呢 现在年纪轻轻 一旦说以一份500多万的薪水 加盟活人的话 你放心来年再想建大合同 门也没有了 因为他本身这种技术特点 说的话在整罐球率当中 显现的有点刺眼 没有三分三分投射嘛 所以有可能薪水进一步下跌 再者这个年龄阶段的老将 一旦说欠了第一份 低于自己行情的薪水 接下来就再也欠不了高薪了 所以德罗战我判断 他是不会放弃的 今年是最后一个季域 而且千载难逢 挺挺良好 会选择加盟一支能够给得起钱的球队 肯定是这样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感谢您的支持 感谢观看